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29號 星期一 這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聯合國員工驚傳是哈馬斯成員 華爾街日報揭露內幕 歐盟宣布 投資中亞交通110歐元 印度大使表示 菲律賓即將收到首批超音速導彈 歐爾班否決援助烏克蘭法案 歐盟將打擊匈牙利經濟 小粉紅被俄國警察帶走 中介立即刪除他的聯繫方式 以色列指控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的12名職員 參與了去年10月7號 哈馬斯在以色列釀城的1200人罹難的突襲行動 雖然聯合國解雇了其中10人 但截止到目前 已經有13個國家和歐盟委員 宣布暫停對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的所有資助 路透社看到了以色列情報部門的一份6頁的檔案文件 內容顯示 包括教師在內的大約190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處的員工 充當了哈馬斯或者是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武裝分子 檔案中有其中11人的照片和姓名 當中有10人為哈馬斯成員 有人在10月7號當天綁架以色列婦女 有人提供彈藥 有人把以色列人的遺體運至袈裟 令人驚訝的是當中有些人還在聯合國學校教書 以色列情報部門已經與美國共享了這些資訊 美國官員認為指控相當的可信 足以暫停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的援助 29日拉脫維亞、奧地利、歐盟委員會都宣布 暫停對這個救濟工作署的所有資助 目前已經有包括美國、英國、日本等13個國家 暫停對他提供資金 其中荷蘭首相呂特更是表示 荷蘭將永久凍結向這個機構提供資金 而加沙230萬的巴勒斯坦人當中 半數以上是依靠他提供日常援助 29日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表示 如果資金不能恢復 那麼在2月底之後 他們將無法繼續在加沙以及整個地區開展工作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東亞學系終身教授張平指出 這件事情傳遞出重要的信號 那就是西方各國不會再忍受聯合國的胡作非為 聯合國幾十年來在很多問題上顛倒黑白 混淆是非 甚至有難民處跟恐怖組織同流合污 但一直沒有受到任何的懲罰 沒有做出任何改進的努力 這次西方各國將要求聯合國及其下屬的組織 必須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今後對聯合國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直到聯合國進行實質性的改革 據瞭解 近東救濟工程處有一半員工的年薪 超過12萬7695美元 對此張平表示 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處有幾萬的員工 其中一半人的工資高於12萬美元一年 聯合國已經從一個養閒人的官僚機構 演變成了一個養惡人的犯罪組織 隨後聯合國迅速開除了10名近東工程處的員工 說他們是少數的害群之馬 以試圖平息全世界的怒火 而華爾街日報的頭版揭示了更多的驚人內幕 根據以色列情報部門分享的資料估計 近東救濟工程處在加沙的大約1200多名員工 是哈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特工 其中一半人的近親屬於伊斯蘭恐怖組織 近東救濟工程處的男性雇員當中 有23%的人積極參與哈馬斯組織的軍事或政治活動 這個比例遠高於加沙成年男性15% 以色列情報報告中的信息來源於敏感信息情報 和手機跟蹤數據 還有對被捕的哈馬斯成員的審訊 以及從死亡的恐怖分子身上找到的檔案 有人說全世界都捐款給聯合國養這麼多的恐怖分子 現在不是停止捐款的問題了 我們要求聯合國退款 這全是老百姓的錢 29日 以色列外交部長取消了與聯合國 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主任拉扎里尼的會議 《紐約時報》指出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 是加沙地區最大的僱主之一 一共僱傭了1.3萬人 當中多數為巴勒斯坦人 另外 近日在亞丁灣 一艘載有俄羅斯燃料的郵輪遭到了胡塞武裝的導彈襲擊 因為胡塞武裝曾經聲稱 不會攻擊中國和俄羅斯的郵輪 但是另外一件沒想到的是 俄羅斯的郵輪都被襲擊了 目前國際的郵價衝上了2個月的新高點 西德州中級原油和布蘭特原油過去一週以來 漲幅都超過了6% 這也證明了原油供應依然面臨著嚴重的地緣政治風險 歐盟宣布將在中亞投入100億歐元的交通建設方案 以建立繞過俄羅斯的歐亞通道 這是歐盟全球門戶計畫的最新進展 歐盟執行委員會29號30號 舉行歐盟中亞交通連結投資論壇 一開場由主管貿易的執委會副主席 杜姆布羅夫斯基斯宣布這項100億歐元的承諾 他表示 歐盟將在中亞一起努力達成更快速更可靠的連結途徑 為更多的貿易與合作鋪路 根據執委會的新聞稿顯示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戰爭 凸顯了在歐洲與亞洲之間 尋找可靠的 有效率 而不經由俄國的貿易替代路線的急迫性 因此這場投資論壇將討論如何在15天內 連結歐洲與中亞的水陸綜合運輸管道 這份百億歐元的承諾 由歐盟旗下的歐洲投資銀行打頭陣 29日與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政府 以及哈薩克發展銀行簽署備忘錄 將提供由歐盟職委會擔保的14億7千萬歐元的融資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29日也與哈薩克簽署了了解備忘錄 將投資15億歐元建設連結中亞區域內的交通計劃 歐盟對外事務高級代表波瑞爾至此表示 在不確定性加劇的世界需要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而中亞在安全、連結、能源和多元資源的巨大潛力 已經成為歐盟重要的夥伴 全球門戶計劃預定在2021年到2027年 投入3000億歐元公司部門資金 參與協助全球發展中國家的軟體和硬體的基礎建設 包括數位化、綠色能源、交通以及健康等領域 執委會還強調 全球門戶計劃意在創造必要的連結 而不是依賴關係 這種計劃被認為與中共的一帶一路計劃相抗衡 而中共的一帶一路被批評 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債與對中依賴 據《菲律賓環球國家詢問者報》29日的消息 印度駐馬尼拉大使庫瑪蘭表示 菲律賓將很快收到首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 2022年1月印度俄羅斯的合資企業 布拉莫斯航空航天私人有限公司 與菲律賓簽署了一份價值超過3億3500萬美元的協議 購買三組巡航導彈 作為菲律賓海軍按機反艦導彈系統項目的一部分 時任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在合同簽署儀式上表示 作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音速巡航導彈 布拉莫斯導彈將對任何破壞我國主權和權力的企圖起到威懾作用 尤其是在西菲律賓海 也就是指南中國海 上週在印度駐菲律賓大使館舉行印度國慶75週年招待會上 庫瑪蘭大使對記者們說 我們正在努力爭取盡早送達這批導彈 但它沒有證實25號印度國防官員所說的 這批導彈的出口程序將在未來10天內啟動 並將於3月份送達菲律賓 庫瑪蘭表示 我目前沒有詳細的信息可以分享 但我們正在努力實現這個目標 我想我們應該很快就會給你們帶來消息 一位瞭解布拉莫斯導彈交付情況的高級軍事官員 告訴《詢問者報》 這些導彈預計將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抵達菲律賓 在去年 菲律賓海軍陸戰隊的一些成員 在印度接受了培訓 學習如何操作這款導彈系統 《金融時報》28號報導 根據布魯塞爾制定的一項機密計畫 如果匈牙利在峰會上 阻止向烏克蘭提供新的援助 歐盟將破壞匈牙利的經濟 路透社表示 《金融時報》援引歐盟官員起草的一份文件報導說 如果匈牙利拒絕取消對基辅援助的否決權 布魯塞爾將制定一項戰略 明確針對匈牙利的經濟弱點 危及匈牙利的貨幣 並導致投資者信心崩潰 從而損害就業和經濟增長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執政的13年當中 多次與歐盟發生激烈爭鬥 他對歐盟支持烏克蘭提出了強烈批評 並從2002年2月份 俄羅斯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以來 一直誇耀自己和俄羅斯的關係 去年12月份 歐爾班否決了歐盟在4年內向烏克蘭提供500億歐元的援助計畫 文件中還指出 如果2月1號的峰會沒有達成協議 其他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將公開聲明 鑒於匈牙利總理的非建設性行為 他們無法想像歐盟會向匈牙利提供資金 匈牙利歐盟部長伯卡告訴布達佩斯報 匈牙利當局沒有被告知有金融威脅 但匈牙利不會屈服於壓力 據發行社29日的消息 歐爾班的政治主任巴拉茲正式說 我們向布魯塞爾提交了一份關於烏克蘭的折衷方案 目前正在進行談判 試圖在布魯塞爾週四舉行的峰會上 排除對烏克蘭財政援助的阻礙 除此之外 匈牙利外長西亞爾托29日開始訪問烏克蘭 為歐爾班和澤連斯基的會面做準備 當天歐爾班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舉行了會談 近日 網傳一名中國小粉紅在俄羅斯 因為拿蘇聯國旗拍照 遭到了俄羅斯警察的盤問 而一個中介在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 嚇得立刻把這個小粉紅給刪掉了 據網友發布的截圖顯示 這個網名叫做阿穆爾斯基同志的小粉紅 去勝利公園看望那些在衛國戰爭中 犧牲的所謂英雄 他說 當來到長明火前拍照時 一個城管過來了 說讓我先別走 他給警察打電話 5分鐘後 警察過來給我拍照 之後又把我帶到了公園旁邊的港庭裡 說我拿蘇聯國旗拍照要調查我 之後讓我拿出了學生證 護照 移民條 落地簽 好頓檢查搜身 接著 一堆警察把我帶到了警察局之後 就開始檢查他的護照和落地簽 結果發現他的簽證已經過期 他說 新的延簽護照 給房東辦理新的落地簽呢 結果讓他打電話證實 他給中介打電話說被警察查了 但是中介一聽情況 立馬撇清關係把他給刪了 後來他只得給另一個辦落地簽的中介打電話 要來了房東的聯繫方式 警察和房東通了好半天的電話 最後才放他走的 網友們評論說 中介一聽被查立馬刪了 也太好笑了 這個人我在小紅書上刷了好幾次 當時就覺得肯定有一天挨鐵拳 早前2006年中國作家鐵劉隨旅行團到俄羅斯訪問考察 先後參觀了莫斯科的紅場等一些地方 她撰文說到 隨行的俄國導遊小姐寧娜說 斯大林是俄羅斯的敵人 我們都仇恨她 我聽後為之一震 俄羅斯人真明快 將心中的愛和仇坦然直率地表露出來 寧娜小姐是學歷史的 曾在中國進修了幾年 講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 她對斯大林的暴行與罪惡 一筆筆一裝裝記得十分清楚 2017年俄國十月政變爆發100週年 海外的俄羅斯東正教會曾發聲明表示 呼籲從莫斯科紅場清除掉列寧的遺體 下葬列寧 聲明中說 列寧遺體是20世紀製造迫害和折磨的主要兇手的象徵 有俄羅斯專家表示 雖然多數俄羅斯人對列寧遺體已經不感興趣 但是中國人喜歡 中國遊客去紅場看列寧墓 這是當地的生財之道 俄羅斯一家電視台2017年曾報導說 既然中國人那麼喜歡列寧遺體 轉葬費可以讓中共掏錢 還有俄羅斯的評論人士建議 最好的列寧遺體處理方法就是送給中共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所值的評論人士電視 Baldwin h